來,這邊呢 因為大家現在都剛做 從來沒有存檔過 所以你的隨用3D的檔案 你要先儲存一下,專案檔 從這邊,有沒有一個儲存 來,你把它儲存起來 把它按一下 好,假設我放在桌面上 那這個呢 我把它儲存起來 各位,你儲存好之後 你看我的桌面上,有沒有多了一個 可是,可不可以打開 不行,你點兩下 他說,你會說什麼,我聽不懂 有沒有,為什麼 因為啊,我們現在這個 軟體沒有用安裝的 所以他不知道用什麼軟體開 所以呢,如果你回家之後 你想要把這個打開,你先把我們軟體 先打開 軟體打開之後,你來這邊 來這裡,有沒有一個叫開啟就檔 你就從這個地方 這樣子你去找 這個再打開就可以了 好,這次如果你要繼續編輯的時候 可以用這樣 好,那你存檔 存好之後 我們就要輸出囉 那你可以在下面先找到 你覺得比較喜歡的腳步 那麼,我這邊好像比較偏 右邊對不對 怎麼辦 沒有關係 這個軟體老師已經有幫你設定好 你點到哪一個物件 它那個物件就會放在我們下面的正中間 有沒有發現 我點到誰 那個物件就會移到我畫面的正中間 有沒有 好,雖然現在比較慢一點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全部 你就點到地板 有沒有 那這樣子你再把滑鼠的這個 往前往後 再選你要的角度 找到它之後呢 找到你覺得比較滿意的角度之後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照相機 旁邊這是攝影機喔 好,照相機我就來這裡按一下 好 預設呢 它輸出的尺寸比較小 所以通常老師把它設到1000以上 第二個 它的畫質 有分成四種 第一種的高速度 品質當然就比較差 所以就跟我們現在下面看到的差不多 這樣一下就好了 可是呢 我會把它調到最高的 為什麼要調到最高 你來看一下這裡 我們剛剛給各位看講義的時候啊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有沒有覺得 這邊做出來的感覺品質比較好 有光線的變化對不對 還有白天夜晚 就是因為我們用的是什麼 高畫質的 你移到最右邊之後 你可以選哪一天 哪一個時間 欸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夏天跟冬天 看陽位置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對 就是這裡 那 建議各位不要用中文 因為它預設中文 通常會比較亮一點 所以我通常會用早上或傍晚 然後這個呢 不用增加天花板的光源 這個已經在外面了 所以我就開始 這時候它就很正式的 開始幫你轉喔 就沒有像這個那麼快 對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等到 算好之後 這邊儲存就可以按下去了 好 OK 好不好 你看這裡已經有 有沒有發現有陰影跑出來了 好 那各位就先起來動一動囉